逆矩阵哦 逆矩阵我们在学的东西是 如果有两个矩阵啊 他们都是方针 然后这两个方针哦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性质 现在这两个方针 他们有个特别性质是 他们乘起来之后会等于 i i 是我们所谓的单位矩阵 ok 我们只有学 二阶的单位矩阵或者 三阶单位矩阵两种啊 可以两种就二阶或三阶哦 可以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i 然后主要 这是谁嘉明的麦包我先开到是吗 那5号是嘉明的 哎 对好可以哎我又看到哦 什么事哦 51分了哎 不好意思按照啊 哦没有不是你啊 我问你也疼啊 刚才他 他 他找我找他 那个新的链进进不来的 然后我按照救我的链 有救我的链吗 有啊 我用ipad进去哈 你救过那个 在里面 救过你的去年呢 不是不是不是之前的链啊 他进不到去 我们今天只有一个链啊 从从链头到现在 不懂哎我没有刷掉他后台 就是之前那个 那个在里面 哦好 嗯 哦你的那个 测试听站还没有交哎 对了交哦 嗯两个可以两个矩阵 ok 两个矩阵之间乘起来 只要变成单位矩阵 不管是前面层还是后面层 ok 无论前面层还是后面层 只要乘起来是 i 我们就讲他叫做逆矩阵 可以逆矩阵 a 的-1次方啊 ok 啊 然后因为为什么要这样特别写两个哦 为什么要特别写 a a 负1 或者 a 负1 a 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学 乘法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过 ab 是不等于 ba 的吗 kab 是不等于 ba 的 可是在这个题目里面哦 可以在这个逆矩阵的世界里面 a 乘 a 的-1 还有 a 的-1 乘 a k a 的逆矩阵跟他自己相称的时候 无论前后都会变成是单位矩阵 i k 这个是要跟大家讲啊 然后老师也直接跟大家讲那个 a 的逆矩阵讲直接用公式找哦 如果今天 a 的矩阵 k a 的矩阵叫 a b c d 这样 a 的逆矩阵 k a 的-1 次方 a 的逆矩阵 就会变成 k a 的行列式写在分母 k a 的行列式分之一 乘上 a 跟 d 换位子 b 跟 c 加负号 k a 跟 d 换位子 b 跟 c 加负号 其实这个矩阵哦 k 旁边这个 就是行列四分之一乘上这个矩阵 其实他是有名字的啦 只是 2 阶的时候哦 我们是没有特别跟学生讲 呃这个东西叫什么 a d j a k 没有特别讲 我们到3 3 阶才会教 k 3 阶才会特别教这个矩阵的名称 2 阶没有管啊 就是招钞不 k 呃 2 阶跟3 阶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 只要行列四值等于零 k k a 的行列四等于零 k 或者 a d 换 b c 因为 a 的行列四 k 2 阶的行列四 本来就是 a d 换 b c k 2 阶的行列四等于零的话 来 则逆矩阵是不存在的 k 2 阶的行列四等于零的话 逆矩阵是不存在的 好 所以来29哦 k 下列二阶方针是否有逆矩阵 有的话就把它找出来 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呃29期 k 用这个公式找啊 可以用这个公式找 所以在这边里面 呃这个矩阵叫23-14哦 可以方便我们计算啊 我们把它假设成 a哦 可以假设成 a 这样我去找他的什么 一大堆数据的时候 我比较好描述吗 k 所以我把它假设成 a 的话 这样我首先要先确定他的 呃行列四值没有等于零哦 所以我去算他的行列是 2 乘4 减去3 乘负1 k 2乘4 2乘4减去3乘负1 k 2乘4是bar 然后减去3乘负1的话是bar加3 k 所以bar加3的话会等于10亿 所以他的行列四值是10亿 k 11的话就没有等于零啊 k 11的话就没有等于零 这样他的行列四 这样他的逆矩阵就会存在哦 因为行列四值只要不等于零 就会存在嘛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找他的 可以逆矩阵 所以 a 的逆矩阵就会变成 a 的行列四值分之一 乘上一个矩阵 可以乘上了这个矩阵是我的元素 k a b c d a a 是2,b 是3,c 是-1,d 是4 a 跟d 换位置 所以这边是4,这边是2 b 跟c 加负号 所以这边会变成-3,还有正义 好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有11分之一 然后一个这样子的矩阵哦 4-3, 1, 2 好这里哦可以这里啊 我们要跟学生讲的是 呃其实其实如果你去看课本标 标准答案哦 他是会要求你写成这样的 他要求你把11分之1乘进去哦 你就会有11分之4 -11分之3 11分之11还有11分之2 ok 因为矩阵的 可以矩阵的常数乘法是每一个都要乘的啊 行列式才是乘一排啊 可以矩阵矩阵的常数乘法是全部都要乘进去的 可是老师会跟大家讲呃考试的时候哦 如果有像这样子的题目啊 你做到这边就是满分了啦 啊不会特别要求你乘进去 哎为什么不会啊 因为那个很不美吗 你乘进去之后麻烦呢写441这么 如果今天你的外面这个数字哦 乘进去的时候是可以越减的 哎就要求你做 ok 如果你乘进去是可以越减的 可越减就做 明白吗 如果你今天做到的 呃A的逆矩阵哦 可以你做到一个逆矩阵 他叫做1 2分之1 可以然后里面是6 4-8 然后正2像这样 可以像这样我们就做 因为你乘进去之后他真的可以越减啊 他会变成3 2-4 1 如果你乘进去的东西是真的可以让他 可以真的可以让他越减的啊 这样我们就做 可以这样我们就做做乘进去的这个步骤 ok 好这个是 呃29期 接下去是B小期 可以接下去是B小期 B小期是另外一个矩阵 呃我们一样要先去准备他的逆 呃行列式 ok 我们要用他的行列式来确定他的逆矩阵 存不存在 所以 B的行列式是 4乘9 减掉-6乘-6 ok 4乘9是36 -6乘-6是36 所以36-36 你会发现 B的行列式值是等于0 ok B的行列式值只要等于0 我们就不需要 ok 不需要去计算他的 嗯 逆矩阵了 我们就直接写B的逆矩阵不存在 ok 我们就直接写B的逆矩阵是不存在 1 1 感谢观看 ok 好来往下 ok 30 30d他跟你讲他的逆矩阵是不存在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个两个小重点 可以要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是如果今天哦 a他的行列是值等于0 如果a的行列是值等于0的话 我们就会有a的逆矩阵不存在 ok 同时哦 如果a的逆矩阵不存在 这样反过来 a的行列是值等于0 所以今天当他跟我讲 他的逆矩阵不存在的时候哦 其实代表这件事情一定是存 这件事情一定是发生的 所以这件事情啊 就是a的行列是值等于0 好 好 感谢观看 我们的目标就是去把这个行列市值等于0来帮助我找X 所以我们做 行列是KA的行列市值等于0 所以5减X乘上3减X减掉4乘2 会等于0 ku 我们去解这个方程式 ku 35 35-X-5X-X-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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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后续就是去解 去解连利哦 可以去解连利 所以我们就会有 x-7 x-1 等于0 所以x-7 b等于0 x等于7 x-1 等于0 x等于1 所以有两个x会让我的 a 的逆矩阵 k a 的逆矩阵不存在 往下啊 ok 好 我们这两题都只是问大家 逆矩阵存不存在啊 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哦 往下我们就真的要去解逆矩阵了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第31题 ok a 矩阵是2153 b 矩阵是-122-3 可以两个矩阵 首先 a 小 t 要我们找 a 的逆矩阵 所以像这种求 a 的逆矩阵哦 通常就不会有 a 逆矩阵不存在的话 k 通常是不会有 a 的逆矩阵 不存在这件事情哦啊不然找个 找个什么东西哦 一定是 一定是存在才叫大家找呢 一定是存在才叫大家找 好 所以我们去把 a 的逆矩阵 a 的行列四值先准备哦 ok a 的行列四值 所以就会有2乘上3-1乘上5 可以2乘3是6 1-1乘5是5 所以他的行列四值是1哦 可以1很好哎 1很好啊 就变成我等下做的时候 不用这样 不用不用那种什么几份值几 很烦耶 ok 所以我们来 嗯 来 a 的逆矩阵 就会有 a 的行列四分子一 然后 a 跟d 换位置 所以3跟2换位置 a 跟5 加负号 所以负1负5 也这时候 因为我的行列四值是1 这样 a 的逆矩阵 就是他自己哦 3-1-5 2 可以就是 ad 换位置之后 b c 加负号这样 5 跟3 3-4 左 1-5 颜区 1-5-6 3-5 3-4 哎呀好 a 小题 我们准备好 a 的逆矩阵之后哦 我们来看 b c 小题 我们要讲座啊 b 小题讲哦 如果 a 矩阵乘上 x 矩阵 之后会变成是 b 的话 a 矩阵乘 x 矩阵会变成是 b 的话 问你 x 矩阵是什么 他没有写 x 矩阵啊 不过你自己要懂 而这里的 a 是矩阵吗 然后这里的 b 也是矩阵吗 这样这个时候请大家记得知道 呃 x 其实也是矩阵哦 虽然 x 还是有可能是数字啦 不过这里我们不要乱啊 就把它当成是矩阵的惩罚这样 好哎这里要教大家呃 矩阵可以逆矩阵的运算逻辑啊 就是当今天我的 a x 等于 b 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 x 从左边搬到右边哦 可以从左边搬到右边啊 在这里啊 我们是没有搬 没有搬过去变除法这动作的 矩阵没有这步骤的啊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x 等于 b 除 a 这样 可以矩阵里面是没有的 可以矩阵里面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啊 所以我们呃做的事情是这样 可以我们做的事情是 在我的这个横式的左边乘上 a 的逆矩阵 当我在他的左边乘上 a 的逆矩阵的时候 我的等于这边哦 他也要在左边乘上 a 的逆矩阵 你在他的左边乘他就要在左边乘 哎这样为什么在左边乘呢 因为我的 a 在这边 我一定要让他在左边乘 这样我的这边才会有 a 的 一近矩阵跟 a 乘之后变成是 i 可以变成是单位矩阵 哎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单位矩阵哦 可以在矩阵里面是 e 可以单位矩阵在矩阵里面是 e 一乘什么东西都会是那个东西 一乘三是三 一乘五是五 一乘负100会变成负100 OK 单位矩阵哦 在数字的世界里面就是 i 所以今天我的 i 乘上什么矩阵 都会等于那个矩阵 i乘 a i乘 b i乘 x x OK 所以这里我让 a 的逆矩阵跟 a 做乘法变成 i 之后 当他去跟 x 乘的时候 他们这两个东西就会留下 x 哦 a 矩阵就这样消失在左边了 当我对左边乘上 a 的逆矩阵的时候 来这样右边我就会需要 去计算 a 的逆矩阵 还有 b 矩阵的乘法 OK 所以我们右手边要做的乘法是 3-1-5 2乘上 b 的矩阵 -1-2-3 可以就会变这样 哎为什么我要这样强调这个左边哦 就是因为在矩阵里面啊 ab 是不等于 ba 的嘞 所以不是我们以前做那种数学 你懂吗 以前我们做那种数学 真的是有够简单的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啊 你看啊如果我有个2分之 x 哦 可以右手边是4啊 可以这样这个时候哦 我在左边这边乘2吗 因为我把分母消掉啊 这样我右边这边 无论我把2写在前面 还是我把2写在后面都可以啊 因为2乘4跟4乘2都是8吗 这是数字的世界 可是矩阵你自己知道 ab 跟 ba 是不一样的嘞 所以这个时候 当我要解这个方程式的时候 这个 ax 的左边乘上 a 的逆矩阵 让他可以跟 a 做运算 因为如果我没有在左边乘啊 你看啊如果今天我写这样 ax 哦 可以等于 b 如果今天我是这样爽爽乘的 我把这个 a 的逆矩阵写在这边 写在右边 这样我的 b 这边就要乘在右边 因为他们两个要一起嘛 可是同学你乘在右边哦 对你的解题没有帮助哦 你乘在右边你要怎样让这个 a 跟这个 a 的 不一次方乘哦 矩阵没有交换率哎 他没有办法先乘谁后乘谁 他这样子的顺序就是一定要 a 乘 x 再乘 a 的逆矩阵哎 车辆没有用啊 他不会变成 x 不会 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 我写左边就是要跟大家讲 他们都要乘在左边哦 可以概念才会对 好来 再来就是这边的乘法哦 这边我们要做最后个乘法 矩阵乘法我们学过的哦 14.3可以横乘直 我会横乘直 所以我就会有3乘上负1哦 负3加上负1乘上2哦 负2 ok 3乘上2 6负1乘上负3 3 负5乘上负1 5加上2乘上2 4 负5乘上2 负10加上2乘上负3 负6 可以矩阵乘法 所以我们就会有 负5 9 9 负16 负5 9 9 负1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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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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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1 9 9 这些C小题 C小题反而是反过来的 k y a 会等于 b k y a 会等于 b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你的 a 在右边了 我们乘的 a 的逆矩阵就要写在右边 这样这边也一样要写在右边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左边会因为 y a a 的逆矩阵 这三个东西相乘的同时 这两个东西变成 e 也就像左手边会变成 y 右手边我需要去做 b 矩阵 还有 a 的逆矩阵的乘法 3 负1 负5 2 可以一样哦 横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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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四次就解决了 横承直 加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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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 ngh�承直 这个近书 哎呦 横层直旺季有物来 这边 要我们加多一行啊 你做好了要从这不用紧啊来 怎样层啊 横的层直的 所以三负一负一二 三乘负一负一乘二加起来 三乘负一负三加上负一乘二 负二 这第一轮 好再来 第二轮 哎负一被我插掉 三乘负一乘三负二三 横乘直 所以三乘二 加上负一乘负三 这三乘二六负一乘负三是 正三 然后第二排也是啊 第二排我们也一样 负五二乘负一二 负五二乘负一二 所以负五乘负一 负五 没有写这行 1 你都像雷杰的步骤 直接出这个 你直接出这个就太扯了 直接出这个就太扯了 上面这 这边这我们写一下 可以上面这我们写一下 直接写乘出来的数字 可以直接写乘出来的数字 不用像这边这样来 还有一个不不不写不用啊 你们写15.3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好 可以然后-5乘 呃呃2乘3 2乘-3还没有写 所以2乘-3 可以再来这边-5 最后要乘3 呃这个哦 可以最后这一行要乘上2乘3 可以最后-5乘2 加上2乘-3 可以最后-10加-6 好解决 好这边也一样哦 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啊 很承直啊 所以这边教你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就就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 那我们就可以有答案了 可以我一样不要写过程哦 这样我手上还有笔记 我就会懂谁有自己做谁没有自己做 因为真的会有同学 解解笔记给我是讲啊 很可爱啊 就不懂得怎么 ok 等你一下把答案算出来 三阶方正想回学校教哎 可是每次一拖一下时间就会来不及教完 三阶方解放针真的很麻烦哎 我想一下 可是我们连写CP 好看下 14.6的CPY没有勾到 看下14.6的CPY做哪 10.6不用做 最近我们自己家听不出去 没有我们做10.6的CPY做一些二阶的就好 然后三阶回学校教 然后三阶回学校教 好嗯 解采答案啊 右手边这边Y的 Y的矩增是 -13 5 21-8 有东西说那不一样吗 有可能啊 又有计算的哎 没有看什么就计算 老师 老师 是我的问题吧 我算到下面那两个数字 肯定不一啊 这样就可能是我算错啊 我们算哦 嗯 二 二乘-1-2 然后加上我错哎 这很简 喂-3 哎不对2乘3讲错 ok -2乘3变6 加上-3乘-5 哎我对哎 好难得 这两个层吗 还是还是我那也算错 这个 2-3要跟3-5乘吗 所以2乘3是6哦 -3乘-5是15 15加621哦 对啊 然后 2-3还要跟-1-2乘哦 ok 所以2-3跟-1-2乘的时候 2乘-1是-2 加上-3乘-2是-6 所以2加-6是-8 ok吗 可以可以 我一直会乘错 怎样乘哦 你到底怎样乘错啊 我也不懂哎 我好像是哪 那个 哦 2乘那个3 然后那个-3乘那个 3 哦 好像4 好啊 不要超错题目就好了 哦 你你两个都乘3 ok 可以明白了 好来往下 ok 好3 2 ok 有个矩阵叫-2-5-1-x 然后他告诉你 他的逆矩阵叫做 x y-1-2 要你求x跟y的值 ok 像这样子的题目就不是讲 嗯 请你去找什么逆矩阵之类的哦 他跟你讲这个矩阵 所以只要我们给他名字啊叫A啊 他跟你讲他的逆矩阵叫做这个 ok 所以这个题目我们要用的方法是这样 我们要把A矩阵哦 跟他自己的逆矩阵乘起来 我让这两个矩阵去做惩罚 他必定会等于单位矩阵I k 他必定会等于单位矩阵I 单位矩阵啊 k 其实你矩阵的感觉哦 跟你在学 呃怠数是一样的嘞 k 在X哦 跟X分之一乘起来 就是1啊 越减掉啊 这样X分之一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习惯的X的-1次方啊 啊这部分跟矩阵是重叠了 虽然矩阵没有交换率这件事情有点烦啊 因为 因为他他也属于我们数学范畴里面的一部分嘛 可是 可是当你发现 呃 交换率在他身上不没有办法作用的时候其实 是很麻烦的事啊 因为因为他就不能像我平常学数学那样嘛 2乘3跟3乘2一样哦 当交换率不能用的时候蛮麻烦的 可是他其实也跟数学没有差到太远啦 真的就是只有交换率 不能作用而已 其他东西该有的他也还是有的啦 其他东西该有的他也还是有的 好 所以这边我们就把 可以把矩阵A 假设成 这个哦 负2 5 1x 然后 A的逆矩阵 叫做 xy-1-2 所以这时候我让A矩阵 -25-1-x 还有他自己的逆矩阵 xy-1-2相乘 所以我们让这两个矩阵相乘 乘完之后等于i 没问题 这边是我们俩的 我们俩的带矩阵 我们俩的带矩阵 练习完之后 我们俩的带矩阵 我们俩的带矩阵 不是了是了是了 成錯啊是什么 那个 x y 下面那个 e 是负 哦这是负的对对对对 等下我写错大家就成错 但这个是正的哎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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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我写错哎 这是正的哎 在左边就是正的 右边就是负了 然后你去做成法 可以做成法 I 是那个哎 I 是那个 1001 1001啊 啊这样也对这样也对 给他撑错就够你了 好所以一样横成值啊 所以负2乘 x 加上5乘负1哦 我就会有负2 x 减5 负2 x 减5 然后负2乘 y 加上5乘负2 负2 y 加 哎负2 y 减10 负2 y 减10 再来 1乘 x 加上 x 负1 就 x 减 x 哦 再来 x 乘 e 乘 y 加上负2 加上 x 负2 所以 y 减2 x 这个矩增会等于1001 ok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哎 用回去最早 可以最早我们学 我们学 矩阵的元素 可以对应元素会相等 所以负2 x 减5 他会等于1 然后负2 y 减10 他会等于0 就可以解到 x 跟 y 哦 ok 负2 x 减5等于1 然后负2 y 减10 等于0 ok 下面两个就不要做哎 这做不到吗 x 减0啊 就没办法找 x 哦 右边这个 y 减2 x 等于1哦 如果今天题目真的触到你 必须要有两个 可以两个都是位置数哦 这样你就要去解连利啊 可以这样你就要去解连利哦 带路来带路去 去把 x 跟 y 找出来哦 可以但这里不用啊 可以这里不需要 这里就是对应的 个别去做就好 这个可以找 x ok 这个可以找 y 啊 就简单啦 k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哦 可以把这样的都找出来哦 然后下面这三节我们 嗯 我们那个 我们 回学校才交 就下礼拜十 礼拜三没有我的解吗 啊然后 嗯 明天 可以明天我们解 那个叫什么 明天我们解 喜题 可以没有我们解喜题 我们解14.6 的前面哦 ok 14.5要做的两题 嗯 回学校才收哦 ok 14.5b 还有两题要做吗 那个行列式 ok 这没有我们解那一份 然后下礼拜十 继续教 下礼拜十继续教 然后后个礼拜就要考试了 我看一下啊 后个礼拜三考 所以拜四教 拜五教拜六教 然后拜一拜二复习哦 就这样 不然你们还有那个是哪 好像叫什么 是加拉要考啊 所以你们是拜一就开始考 不要不要自己以为是拜二 很可爱的同学讲 拜二才开始起考 因为那个表里面拜二才变成是 拜二才变成是蓝 的才变成是绿色 所以我会把这变成是 感谢观看 好所以-2x-5变成 -1所以我们就会有-2x等于 振6将x等于-3了解决 -2y-10等于0 所以-2y等于10y等于-5解决 -2x等于-3y等于-5 对吗确定多一次 对好就这样 可以没有我们写息提供 准备活跃止 好呃到这边 我们下面就好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